经过了一夜之后 虽然这个天坑的抢救状况是暂时告了一个段落 但是目前整个16户都必须要紧急撤离 所以很多人都一刻都不敢待在自己的屋里 就怕说可能这底下又有其他掏空情势 造成房屋倾斜的话 很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灾情 而独发局长今天也来到现场继续视察 表示接下来这两个星期之内 还会来持续确认周边房屋的状态 而且要判断这到底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围楼 如果是围楼的话 到底能不能够让住户返家抢救财物 这也是接下来要考量的重点 代表是新一区13号马路出现天坑路边透天住宅 地基被掏空一大块 某主带着记者实际走入房内才知道贵州海寥寥 墙壁地板到处都是裂缝 走出浴室还有一大条 是不是受到建商掏空路纪影响 不知道但住是不敢再住下去了 到处都是裂缝 明显充满安全疑虑 住户连一刻都不想再待 但要一夜之间搬家 所有家当都拿不了 未来生存也是一大难题 每天依赖通勤的机车遭到天坑吞噬 交通工具没了 重要的护照也没了 便白无故就要承受这一切的麻烦 生活大受影响 如果暂时建商营造商造成的后续 当然得全部负责 即便日常开销 建商都会负责 但恐怕居民想要的只是还给他们一个安心的家 所以说现在规划两个礼拜内就能反家 但屋内严重军裂 要住的安心恐怕很难 继续有这种报道